因为它每一次使用的话都要注册一次 只要使用一次就注册一次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地方打勾之后 把刚刚的MD-Fi码怎么样呢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 特别是要打开来连接 然后把这个地方打勾 把你的MD-Fi贴上去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就会产生一个API-Key 给我使用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点下去 好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另外它需要什么呢 要一个Google账号 因为它要确定你是谁 它使用它的API是免费没错 但是呢不能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它要知道你是谁 那我输入一个我的那个Google账号好了 OK 然后把它按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的话呢 再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API-Key 那上面的RUN嘛 那个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可能是我们 IE跟那个Google之间的那个内码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API-Key就是这一串 这个就是我的API-Key 那将来我要怎么去使用呢 其实你就把 应该是下面这一串 下面这一串 放到我们的这个layout里面就可以了 那至于怎么使用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说明 就是说这一串 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就在这里 在这里 有没有 它就是enjoy冒号 API-Key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怎么去使用它呢 接下来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API-Key 先申请出来 那我再把那个重点流程 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在你的懒能包里面 贴到懒能 贴到你的 这个key debug key keystore里面 对不对 会有一个 这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是正确的连结 那你把这个MD-File 把它贴到这个里面来 才会出现这个画面 OK 画面先忘记 给各位一下 哦